5、4、3、2、1 在倒數聲中 呆大雪的Remoto Show車隊順利起跑 經過一番激烈的競賽 是榮過第三名的好成績 我們今年有在加裝幾輪 讓車子可以通過幾輪滑行 然後讓車子還可以再往前帶動 然後不同電的情況下 車子還可以再繼續往前走 然後就來達到省電的效果 就是這次的方向盤 還有變速器的位置都更改 所以就比較符合 就是真正人在駕駛車輛的時候 因為變速器我們就是擺在右手邊 然後就很像我們在打檔一樣 然後方向盤的話 我們也是用那種圓形的 那今年的成績表現得非常的好 我們獲得了最佳創意獎 還有動態比賽的第三名 還有一個是最佳的設計獎 這個同學做這個環保車的 這個車隊是非常辛苦的 在準備這個比賽前的幾個禮拜 都是通宵熬夜 來準備這個車子的製作 機械系今年組成兩支隊伍 挑戰第三十屆全國大專校園環保健能車大賽 其中RV139車隊有女同學郭彥宇擔任車手 郭彥宇表示只要多練習 女生的開車技術也可以跟男生一樣的好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不一樣 就是開車技術上的問題 多練習就可以開得跟搭一樣 應該 我覺得應該之後會繼續參加 要看我的隊員可不可以一起 因為今年的賽道它多了比較多的彎道 那我們就是為了應付這麼多彎的賽道 我們讓我們的車身可以設計傾斜 那可以讓我們車在過彎的時候 重心可以偏向彎的內側 那所以讓我們用我們車本身的重量 去抵抗過彎的離行力 那這樣的話我們車在過彎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減比較少速度 那在加速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省比較多的電量這樣 這次比賽是爆毀了三座獎盃 榮獲最佳創意設計獎 電動車動態競賽第三名 以及車輛製作競賽的佳作 主任也鼓勵同學再接再厲 明年繼續挑戰 大業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系 讚 呆仁新聞劉星校採訪報導 現在讓大家看完 推廣